本期行动计划内容源自多个方面 共分导演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、环境权利 特定群体权益保障、人权教育和研究 参与全球人权治理、实施监督和评估等八个部分 包含近200项目标和任务 篇幅比第三期大幅增加 目标和任务增加近30项 其中约束性指标大概占三分之一 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在世界人权领域树立了新榜样 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但是只有中国、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 连续制定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 迄今仍未制定任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再次呼吁这些人权喊得震天响的国家 尽快按照国际人权标准 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真正做些保障他们自己国家 老百姓人权的实事